美军死亡惨重,拜登会如何报复呢? 伊朗已经得到了消息,提前给美国留了一份礼物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有论评的主题是美军死亡惨重,拜登如何报复 伊朗得到消息,给美国留了份礼 美军驻约旦基地预袭,死伤美军数加起来超过了40人 对美国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所有人都关心,拜登究竟会如何报复 经过两天的商讨后,1月30号,拜登给了美国人一个交代 初步透露了他的报复计划 拜登承诺,一定会对该事件做出更有利的报复 也就是说,这次的报复行动会跟之前的区分开 不会是单纯的发射几枚导弹,搞两轮空袭就完事 具体是什么呢? 白宫发言人科比就说了,可能会分三个阶段进行 会是一个多层次分阶段持续一段时间的重大行动 这次报复行动除了目标范围更广之外 还可能会动用网络攻击和秘密行动等报复手段 拜登政府透露的消息就像是打雅弥 赶紧说了跟没说一样 不过从最近的局势,我们也能推测出一些信息 美国这次的报复行动至关重要 关系到美军的威慑力,以及今后是否还能在中东立足 甚至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全球霸权 所以通过此次报复行动 美国想要达到的目标有以下几个 其一,萧弱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 尤其是多次打击美军基地的伊拉克民兵武装 之前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和这次在约旦的军事基地 都是这个组织干的好事 不把他们解决,美国将无法树立威信 其二,萧弱伊朗对中东的影响力不可否认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 中东美军遭遇的大多数袭击都来自伊朗势力 美国也认定伊朗是最终负责人 所以打击伊朗是必须要做的 手段有很多 分为军事和经济,直接打击和间接打击 造成的后果和产生的效果也差别很大 不过拜登已经表态 不希望在中东引爆一场更广泛的冲突 所以大概率不会直接打击伊朗本土 而是一边打击伊朗在境外的武装势力 一边利用经济手段或者网络攻击手段来警告伊朗 考虑到以上这两点 那么美国大概率会加大打击伊朗代理组织的力度 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 同时攻击伊朗的境外目标 甚至攻击伊朗本土 这是条红线 巨战的拜登不敢逾越 事实上 关于美国即将发起的报复 伊朗方面早就得到了消息 1月30号晚上 伊朗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蕊的发表声明 宣布将暂时停止针对美军的军事行动 理由是给伊朗克政府的一个面子 但真正的原因也不难猜 多半是在准备应对美军的报复 接下来的重心肯定会放在防御攻势上 而另一边的伊朗更是提前为美国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就是一座座空房子 据了解 早在美军基地遇袭事件发生后 伊朗就开始了人员大转移 将驻扎在叙利亚戴尔祖省几个指挥中心的武装人员 通通转移到了乡村地区 位于哈伊达利亚地区 西伯利亚地区 麦亚丁沙漠和阿尔巴因街等地区的据点都已疏散 只留下了极少数的警卫人员观察形式 所以这些最有可能遭到美军报复的地方 已经是人去镂空 美军就等着炸空房子去吧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